希望国小灯笼街旁的这块校地位在黄金地段 因为临近周边停车空间明显不足 里长们希望能够规划与地下停车场共够 来满足民众停车不便的需求 然而这场协调会新北市长蒋跟黄亲自到场了解之外 还有黄林议员等人前往现场会开安 共同研议改善办法 全这单位是教育局跟民政局 那现在呢这两个单位呢 共同来规划 看到底未来要做什么使用 那把它定位以后呢 我想来做一个妥善的处理跟定位 我想这才是让最坏地能够充分使用最重要的目的 因为全责单位涵盖教育局及民政局 所以议员希望能够先行将这块校地的全责定位出来 才能妥善规划利用 不过教育局也做了回应 新庄的一个金华的地区 那大家有共识为了让这个地方更繁荣 所以我们会有两阶段的处理 第一阶段是短期把整个地面平面的部分弄好 让停车可以先满足这个需求 那长期在寻求公共的一个公益设施的供购 那这个部分可能花一些时间 但是大家的共识是先短期或长期 然后促进地方的发展 出席参加协调会的人员 大家都有共识 为了地方的繁荣发展 为在登楼街旁的这块校地 教育局将采取两阶段渐进式的方法改善 而当务之急必须先把空地快快整平 尽早开放提供给民众停车 那么才能够将闲置的校地充分利用到最佳的使用效能 记者黄又贤新装报导